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成就最高的时代 没有之一 而仁宗朝则是宋朝的巅峰 好 大家好 我是绝恩 这期是借着倾听阅读北宋历史的完结篇 我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聊聊宋仁宗和他的名臣们 废话不多说 我们正式开始吧 宋太祖赵匡胤为了不重蹈前朝军法歌剧的覆辙 打破贵族对于官职的垄断 开始以文替武大力的推广科举 后经太宗 真宗两代的不断改良 到了仁宗这一代日趋完善 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用苏氏的话说 仁宗这一代出的人才够三世子孙中了 比如说英宗时期的韩祺 复辟 神宗时期的王安石 都出自仁宗时期 自大发明 指南针 火自尖刷术 火药占了三个 而唐宋八达家中 宋朝的六个 更是被仁宗一口气包圆了 可以当得起一句 天下英雄进入够中意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体两面的 范仲淹和绿宜剑 范仲淹用我们现在的话说 是一个认死理的人 刘太后垂帘听证时期 他还仅仅是个负责皇家藏书 抄抄写写的小官 就赶上书让太后还政 结果可向而知 被贬官出巢 仁宗亲政把他叫回来不到一年 历见仁宗阻止废后 二次被贬 重新启用之后 依旧没有任何改变 上百官图 指责宰相结党营私 三次被贬 逛今来 不贪污受贿的清官很多 官场之上真正难的是 人情二字 不管是提拔自己入朝为官的燕书 还是权清朝野的宰相吕俭 亦或是当朝天子 只要违背了范仲淹心中的公理 都照怼不误 这在吕一简看来是雾名无实 只知道一味的炒作自己的名声 对此呢 范仲淹专门写了一篇禁明论 来为自己辩解 全文总结起来就是啊 道家所推崇的淡薄名利 实则是不爱明解 明哲保身 嘴上说着做官不屠明的人 实则毫无责任感 根本不可能为国家效力 我相信大家提起施达夫精神 很多人都会想起孟子的那句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基天下 但是这在宋代以前呢 实际上只能说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卒 到隋唐时期的 关隆门法集团所把持的贵族政治 到五代时期的五人政治 读书都很难改变命运 到了宋朝开科取士 官方开始宣传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士大夫们的奸计天下的梦想 才算是照进了现实 读书人只要耐得住十年的寒窗苦 就有可能亲自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当中 这大大的激发了读书人 以天下为己人的政治好情 两岁没了父亲 随母改嫁 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穷苦生活的范仲淹 却生出了 先天下只有而右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一种明确的 忧国忧民的自觉意识 这除了自身品格的高洁 其实更有赖于宋王朝特殊的历史环境 用仁宗另一位名臣文彦博的话说 北宋是于士大夫之天下 非于百姓之天下也 而同样是一生经历了三生三将的吕仪剑 则有着跟范仲淹完全不同的政治追求 吕仪剑官僚家庭出身 入世之初也以知焉闻名 做过不少为民请命的好事 真宗甚至把他的名字写在了屏风上准备重容 但吕仪剑在直言外多了一份巧思 例如在审查宰相丁卫 宦官雷云拱 私自修改皇陵一案时 他并没有像范仲淹一样一味的蛮干 魏仿有边 他一边假意逢迎丁卫 一边呢 好像做样子只查雷的过失 一边暗中收集证据 直到上奏给仁宗及刘太后的前一秒 丁卫还蒙在鼓里 在大殿之上被吕仁一击毙命 电视剧中呢 吕仁更多的是作为保守派 阻碍改革的大反派的形象出现 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 仁宗亲政不久 吕仁四月被贬 十月回朝 仅仅过去半年 朝政就成了一堆烂摊子 等着他收拾 宋夏战争爆发后 也是他第三次入巷 来帮助仁宗应对危局 口号人人都会喊 我们要自由 要民主 要这要那 可是实际上 自己来当这个船长 就知道文文当当的 不把船开翻 到底有多难 轻壮一派 例如韩琪 欧阳修 都是缠缘之盟之后出生 属于生活在和平年代 没有真真切切的感受过 弃带人的威胁 不知道战争 政治为何物的 理想主义者 宋夏战争爆发 韩琪主张主动进攻 很快 夏军就给他 结结实实的上了一课 庆立新政之中 欧阳修的君子之党的理论 出道了皇帝 臣子不可结党 威胁皇权的逆临 为改革敲响了丧重 反观 范仲淹和吕玉修 在宋夏战争中 吕玉修再次入乡 推荐范仲淹 任惊略西市 范仲淹也深知 需要吕玉修在朝中坐镇 才能放心的投入战事 主动修书 消解往日旧仇 二人兵事前嫌 成就了一段佳话 等到了清立新政时期 吕玉修退休 范仲淹尚未主持大局 他才清楚的知道 这个彩项究竟有多不好当 不管是仁宗时期的清立新政 还是神宗时期的亡人事变法 都离不开一个字 钱 仁宗在位时下 国家要养着120万的军队 而到了神宗时期 军费开支已经占到了 国家预算的80% 表面繁荣 实则国库空虚 宋夏战争彻底的掀开了 这一块折袖布 范仲淹的十项改革举措 说到底就是 开远截流 积贫积弱 贫在前 弱在后 即使是宋朝重荣无关 能够打赢一两场战役 但是长久以来 没有钱 后勤补给跟不上 也无法赢下战争 这也是为什么 你会感觉宋朝的历史中 怎么稍微有点胜利的苗头 就赶紧跟人家议和 说到底是 打不起 而新兴的 施大夫阶级 也没有比原先的贵族 好到哪里去 土壁 兼并的问题严重 富者有迷惘之田 贫者无利坠之地 奢侈 腐败成风 地方官员 成天变着发的 偷水漏水 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危机 所以范仲淹们的 新政的核心 其实是 整顿励志 举起改革之刀 刀刀往自己人身上看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 叫 断人财路 如杀人父母 你们公司如果突然空降一个高管说 我们公司现在人浮于世的情况很严重 为了公司明年的创收 我们要开展技巧考核 搞末位淘汰制 裁员50% 并且你们手底下的项目严格审计 把你们以前的优势通通给我炸出来 你想想要突然来了这么一帮货 你恨不恨他们 范仲淹干的就是这个事 更要命的是 他其中有一项 金工举 简单来说 缩减官员的录取名额 你这等于是 站到了天下读书人的对立面 范仲淹们搞错了一件事 改革从来不是自上而下的 而是自下而上的 以为靠着皇上的支持 就能为所欲为 就太天真了 既不想办法团结官员队伍 也不想着与民让利 让人民看到实时代的好处 就想着挥舞道德大气 是行不通的 站在人东的角度 朝堂之上分为两派 内部打成一端 新政的效果没看到 反倒是改革派勾勾搭搭 把重要的岗位都换成了自己人 赶紧叫停 也在倾力之中 有意思的是 锐意改革的这群人 欧阳修复辟 到了王安石变法之时 又成了顽固保守的反对派 不知道是历境沧桑 有了不同的体悟 还是转过来 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地之时 感到了肉疼 庆立新政的结束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夏朝和辽朝关系破裂 为防止父辈受敌 夏朝和宋朝议和 元昊以西夏国主的名义 向宋称臣 宋泽每年遂次西夏 银涓茶彩 宋朝的燃眉知己一劫 自不必再有什么大的变革 此后仁宗的执政岁月里 天下无事 天地一团和气 在仁宗的晚年 在欧阳修的主持下 掀起了一场 北宋诗文的核心运动 在他的主持下 这一年的近视极地的人 可以说是群星璀璨 唐宋八大家中的 苏氏 苏哲增拱 成诸礼学的 二成的 成浩 王安石变法的二号人物 吕惠青 以及提出了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盛纪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的张仔 这些人都榜上有名 以这一颗为标志 北宋文化达到了顶峰 同时这一颗 也为北宋的衰败 埋下了伏笔 拉开了北宋党争的序幕 只不过 仁宗已经看不见了 最后我们来聊聊 仁宗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个人 包整和低清 水火转中写道 仁宗是赤脚大仙下凡 出生之时 胡闹不止 同时太白金星在他的耳边说 文有文取 无有无取 仁宗这才停止了题哭 安心做皇帝 包整天的故事 大家都很熟悉 不过很可惜 什么狗头闸龙头闸 大部分都是民间的戏说 包整任开封府知府 满打满算只有一年半 其间并没有什么惊天地 气鬼神的大案 而他任监察御史和建官期间 弹劾过的人中 地位最高的也就是 张贵妃的伯父张瑶佐 最多呢 也就是跟皇上理论的时候啊 在往皇上脸上 喷了点唾米星子 也没有说二话不说 拉出去啊 就把皇亲国戚给咔嚓了 不过呢 从包整受追捧 我们也可以看出啊 在平民心中 反腐败 反贪官污吏 要比范中燕们的改革纲领 刘芳百世的诗文 重要多了 人们渴望清官 膜拜清官 可能恰恰是在现实生活中 难以去寻找 只能在戏文之中 通过炸贪官 稍微的去解一解 心头之恨 如果说包整是应时代需求 被神化 那狄青就是生不逢食 在西夏战争中 立下汉马功劳的狄青 被仁宗任命为书密使 这本是给武官的至高荣耀 却成了他噩梦的开始 毁掉一个人 需要真凭实据吗 不 你只需要在人心中 种下一颗 名为猜忌的种子 书密使 简单来说是负责 军政的最高机关 宋朝以文替武 这岗外一直由文官担任 打破了传统的狄青 自然是遭到了 独书人的围攻 狄青 祭祖烧纸 被他们说是怪光冲天 狗头长脚 妄想成龙 开封暴雨 被说称是狄青 招来的天谴 读书人 骂他 笑他 原先捧他当大英雄的老百姓 也开始 视他为招来了水灾的温神 相信他的人宗 也为文艳伯一句 太祖不也是周世宗的忠臣吗 搞得疑信大作 岳飞死时 还要往脑袋上安一个 莫须有的罪名 结果到了狄青这 就是一句 无他 朝廷以你 搞得抑郁而重 狄青死了 所有人都是凶手 但所有人都不认为自己有错 错的是制度 是文化 是时代 如果说历史教会了我什么的话 就是不要用简单的善恶 去看待这个世界 正义 多少罪恶 假如致命 so 这些视频内容就这么多 我是居然 还是那句话 我会每日在这里 持续你分享我的这个世界的所知 所想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喜欢我 欢迎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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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